存檔,请注意,存檔之后它会跳出说,下列功能无法储存在无聚集的活跃部,也就是在2007以后的那个档案格式它有区分,无聚集跟有聚集,因为以前有聚集病毒嘛,所以它担心说有没有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发生,那跳出来呢,如果说你存错檔,如果你选择是的话,很不好,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不知道选择是还是否,他就乱选择是, 如果你选是的话,跟你各位讲一下,你刚刚的写的聚集跟VBA全部都会被删掉,所以请记得,存檔的时候一定要选否,如果你的那个档案你刚刚有做过,录制聚集或者撰写VBA的话,请记得选择否,否之后的话呢,那要选哪一个才对呢,请你选择存檔类型里面,请你选择第二个,有一个什么,活跃部,预设是活跃部啦, 活跃部里面呢,它是不会有任何的程式存在里面,当然比较保险,所以未来当然你如果担心有什么聚集病毒的问题发生的话,那你就选择第一个,但是它会把里面所有写过的程式全部都删掉,但是如果你要保留的话,记得一定要选择,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这个选项,一定要启用,那启用聚集活跃部这个按一个储存,但是它会另外存一个档案,那它的副档名呢,也会改成,本来是那个,本来的档案格式是点XL,S,X, 那新的这个格式的话是XL,S,把X变成M,多一个这个格式,OK,那另外的话呢,存档之后呢,在档案上面有什么差异,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,就是你们的那个练习档里面,它会变成像这样的图示,这个图示的话呢, 图示的部分的话,我把它检视,把它放成那个超大的图示,那各位可以看一下,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说,在你那个图示上方,如果没有任何聚集的话,它就不会有惊叹号,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惊叹号,它就是有聚集,也有程式在里面,那将来执行的时候呢,你要怎么执行呢, 请特别注意,如果把它关掉好了,假设我这边把它关闭,关闭之后,然后呢,这个把它也是储存好了,记得要储存FOR,那个启用具体的活跃部,那未来请特别注意,你在开启它的时候,它预设是不会被启动的,除非呢,各位有没有看到,这很重要,因为如果你现在去执行那个按钮,它不会理你,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, 安全性警告,这边有个按钮,起用内容,你要先把起用内容先点下去,你再能点这个按钮,否则的话呢,你现在点这个按钮,它不会理你,它会跳出说,没办法执行,主要是安全上考量,因为它担心说,里面是不是写一些可能病毒啊,聚集病毒之类的,所以呢,如果你要执行的话,请特别注意,起用内容, 然后这个时候执行才OK,不然的话呢,你是无法执行,那当然可能会有同学觉得很麻烦啊,为什么每次都按一下啊,那如果你当然希望呢,不要按也能够执行的话,那你需要什么,聚集的安全性,把它改成什么,启用所有的聚集,但是它后面有括弧啦,不建议使用, 为什么,因为会有危险性,我目前看起来好像以前,很早很早以前有很多聚集病毒啊,不过因为微软有设很多权限控管,好像这个问题变少了,不过但是还,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啦,你可以选这个啦,停用所有聚集,它是会通知你,你按确定之后再聚集,其实OK啦,差别在这里而已,这部分的话,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存档的方式,那存完档之后呢, 接下来呢,我们再来看那个有关逻辑的部分,那逻辑的话呢,基本上最重要的,还是了解一般比较常用的,像是那个什么呢,就是多重的逻辑,跟这个交集,连集,and或or,或者是and里面还有or,or里面还有and,就是连集,里面还有交集,交集里面还有连集, 很多复杂的逻辑,很多复杂的逻辑判断啦,但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,以后遇到问题,就会比较好解决,反正自动帮你做一些过滤筛选,比如说呢,以这一题来看好了,在入门班里面有提到,重合拼听里面,理论上当然合格不合格啦,不过请你把它改成ABCD,ABCD,OK,A的话呢是80分以上,B的话呢是70分以上, C的话呢是60分以上,剩下不及格就低了,如果这个格子里面呢,我要填ABCD的话,那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啦,当然太累了,就像我们改期中考试一样嘛,现在期中考试,它就是不是要打分,直接打那个数字,而是要打ABCD,好,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需要做逻辑判断,如果不会逻辑判断,那老师真的很辛苦, 因为一个班级那么多人,好像你们这么多人,如果每一个都要打一次分数的话,花很多时间,所以呢,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那个多重的逻辑判断,请各位先开启这个部分,然后后面还有end or not,综合练习题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,其实综合练习的第二题里面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多重,里面当然还有就是联集里面还有交期的问题,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开启那个逻辑函数部分,试试看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,就是逻辑函数里面的综合评定,试一下